這是最頂級的黑毛和牛 哇塞 這邊還有黑毛和牛加上汙泥 那個海膽不小心滑入就滑進去了 這是每個人的生日都有一隻貓的代表 那妳看妳的 牠說我是一個 他說我對異性就是很有吸引力 但不要讓我老公知道 妳確定嗎 還是 No 沒有 你們要看一下我現在有在多高的地方嗎 太高了 可以先上廁所嗎 我現在突然有點尿急的感覺 等一下會比較好尿 好 好 好 阿 阿 你阿啥 我好像忘記什麼耶 忘什麼 是不是小孩 忘了小孩好嗎 這不是妳答應我的閨蜜之旅嗎 對 我都忘記了來到日本這樣阿阿阿 我一個手都忘了 真的 這個阿有一點早上出門的感覺 阿 收拾不起來 阿 哇桑沒關 我們現在就不要想這些 因為我們 終於來旅行 我們大家要放開心 對 把那些都拋諸腦後 但不好意思妳今天帶我來哪裡啊 欸 我跟妳講啊 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上野恩次公園 這可是天皇送給大家最大的一個公園 這才叫恩次公園啊 而且這裡文化很深 喔 這裡是充滿文化的地方是不是 對 那我們來這裡幹嘛 我們就是有文化的人啊 不是說好我要去UNIQLO買發熱衣嗎 妳現在很冷 對 忍耐一下 因為妳看到這一些啊 充滿藝術 因為這裡有國立藝術館啊 還有西洋美術館 還有神社 既然妳剛剛講出這一連串 代表妳是有一點文化水準 當然啊 那請問一下 日本在這個時節會起三種秋風 是妳的風種 三種秋風 秋風不是就只有高齡風的那一種 沒有啦 起秋風的時候妳會容易怎麼樣 腦人 抱腰了 妳會覺得食慾大快啊 對… 秋天的那個螃蟹最美味最肥美 對 然後秋天妳會想要吃點鍋 對 食慾超好的 所以是食慾之秋 那再來是妳帶我來恩次公園 妳剛剛說這邊充滿了什麼 文化 鴿子 文化… 所以也是文化之秋 妳有道理 對 那文化帶出什麼 像我這樣子 一個提示 一個提示 高挑 藝術 藝術 藝術氣質 妳們覺得在羅浮宮都是看到這樣的人 真的耶 是不是 有時尚等於是一種藝術 在羅浮宮跟行天宮都看到這樣的人 差不多等級 我是走行天宮的 所以就是藝術之秋 食慾之秋 文化之秋跟藝術之秋 今天就是我們要來體驗妳的 放鬆 簡單來說這一整集的結論就是 秋天太適合拋架起司 然後自己不要臉出來遊玩 沒有不要這樣講喔 媽媽真的很辛苦 對 媽媽是先出來看景 我們要出來這邊這個文化之身 要吸取這個文化分多金 回去才有耐性的帶小孩 對 媽媽會吐一些 生靈分多金給妳們喔 妳看妳個子又自由自在就飛了 也飛吧 今天要這個通告的時候我很開心 第一次跟佩真見面也是外景節目 去韓國 我為什麼會這麼期待這一次的旅遊 是因為這一次是只有我跟佩真兩個人 我們已經好久好久沒有 就我跟他 沒有小孩 沒有老公 然後出來旅遊 完全就像是回到 當初我們在韓國出外景 當時的我們也都還沒結婚 沒有小孩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回憶 真正成為閨蜜就是 真的是從這個外景開始 就變成兩個就一直聊天啊 然後錄影也在同一對 就是我不知道 她就是一個絕頂聰明 然後卻又極度細心的人 喔 要終點 很快 快點 Best price喔 我 這口腦超紅的好不好 走 看看裡面逛一下 Yeah 你買什麼 我好想買喔 我看 超多東西的啊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 妳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妳不知道 什麼 這就是現在最紅的蜂蜜檸檬水啊 不是 這喝的喔 不是啦 這個就是噴香香的 你可以噴頭髮也可以噴身體 因為我自然會有散發一種香味 所以那個我不需要 我看 不想聊 就是 煮肉 煮肉 妳幹嘛勾我籃子啊 我不讓妳走啊 我想看妳買什麼 好康不跟我講 這超好吃 這我女兒超愛的啊 然後呢 然後還有我跟妳講這三個啊 這是我最愛用妳眼線筆的牌子 然後它有出了一個紅色 紅色 對 但是它紅色不是那種大鮮紅的 我懂 還是說淡淡的 讓吃這看起來比較好 妳看 這是我最愛的牌子 現在出了最紅的 叫做Burgundy Brown 真的假的 酒紅咖啡 哇塞 這妳知道 就是有一點擦上去 妳就自然的 她有含酒精的那種 紅酒啊 妳這邊都Best Price耶 真的耶 小瘦耶 有沒有覺得 就算妳們兩個 閨蜜單獨出門 還是想買一些小愛的東西 當然啊 我心心念念的也是孩子啊 現在小朋友都要戴口罩 日本的口罩是我們最喜歡的 因為它很多花樣 妳知道這個口罩嗎 不要假裝知道 呃 不是就口罩嗎 不是好不好 它是可以洗的口罩 可以洗 對 它可以隨洗的口罩 而且它現在顏色都出超多的 台灣就只有黑的 蛤 然後它還出小孩的 哇 而且它寫酷耶 是戴上去會涼涼的嗎 就是男生是酷 女生是Sweet啊 不是要戴上去會冰冰的喔 然後我就說 這戴上去會甜甜的 沒有這樣 然後它戴起來 就是很多韓星都會戴著口罩 戴著這種 欸 那我也要買粉紅色 我們這樣一起戴出去 才會有閨蜜的感覺啊 是不是 我也要 他們都會戴那種 好 口罩不重要 這個要買 喔 嗶嗶 我知道 小藍瓶 至少十個人托我買 要買小藍瓶 他們說就是來這裡一定要囤貨啊 就是要買這個啊 小藍瓶好像只有日本買到的 因為美肌定啊 就是吃了就會讓自己有自動美肌的效果 有這樣 真的 好 吃了吃了之後就不用開美肌是不是 不用 就是自然拍 我聽你咧 我跟你講 真的啦 因為它裡面好像 成分就是吃了讓你變漂亮啊 是這樣嗎 那要不然你查一下 我查一下好了 唉唷 是不是 真的在日本才買得到耶 它說裡面有 豐富的維生素C1 B2 B6等多種成分 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生成 還可以抗氧化 難怪它叫美肌定 超多的耶 增加膠原蛋白 你看我現在流失了多少 妳要趕快撥 為什麼 再來不要這樣子 很多人在看 那我拿慢慢拿 增士橋真的很有說服力 他都七十幾歲了 對啊 我看到長大的耶 他有很多系列耶 馬來模組合 這個喔 是這個嗎 對 在這裡 這是那個 真的有耶 對 這個是限定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那個畫家馬來模 才有的限定版本 很酷 然後一次三盒裝 反正吃了就是會漂亮 就會對 然後膠原蛋白就給它補上去 太好了 還有這個馬來模的限定版 對啊 耶 我買到了 我好開心喔 今天回去就要吃了 要 對啊 好補充一下 我最近有點膠原蛋白很流失 看一下其他有什麼東西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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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留下 對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就是来试试看我们的运气 当然来证明说 我的运气就是比你好 来看看就是说 我们今天抽到的签是什么签 如果运气好的人 听说有很好的奖励 我运气差的人 Oh my God 今天有个终极地狱惩罚 对啊 我觉得就是你了 但是我还是会陪伴你 不好意思喔 请放开喔 怎么了 不要这样嘛 干嘛啦 你不要幼稚好不好 欸我觉得 即使是你我也是 你要不要跟书跑进去 欸你不是昨天在看书吗 没有 你加油啦好不好 已经不看书很久了 我跟妳讲就是这样子 咱们姐妹情怡今天就见真章了 欸怎么会这样子啊 我们不是讲好出来玩的吗 对啊 为什么要有终极惩罚 小的欸 还是我们两个就现在就回家了 哈哈哈哈 拍公警 大家很想看我们被惩罚吧 好啦 那我们就是进去抽钱 好 那就 但就抽钱之前是不是有一堆仪式啊 对 也有一些要近身跟近口的仪式 我们待会进去就不能随便论说话了 蛤 现在赶快乱讲 哈哈哈哈 我赶快乱讲的时候 那我们再洗个澡先囉 不用啦 好 住口洗手就可以了 住口洗手 好 OK 加油 这是最品质的黑毛河 哇塞 我们这边还有黑毛河牛 加上那个污泥 那个海胆不小心咕咕就滑进去了 好意思 好意思 对啊 这边有很多种酒 和日本酿的酒 好咯 定生死咯 要先看谁的 剪刀搜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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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搜捕 先看你的 水 欸 终极耶 终极耶 终极 终极很极吧 哈哈哈哈 对不对很好吧 要看我的了吗 好 还是你要先翻你的 就是终极就是他用 终极一般 他的愿望在秋天会实现 然后带人很好 你什么时候看了懂日文的 你先给我说看 我就是看那几个字 差一点 许子你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 他写什么这个 他是说你的 幸福会好 然后你想要的事情 他会照你想要的 就是会实现 你幸福又来 我是 你好了没 心想事才来跟你讲 你翻不翻 他要看我的 咪牌了 好轻松 大吉 哇塞 这么吉 好 那来看一下 我的大吉是什么 大吉领红杀 你说假的 喂 虽然你是大吉 但是他里面有交代你一件事情 是不是 就是千万 就是千万 千万不要以为你是大吉 你就可以很骄傲 对 这样子你就会转成凶 他有叫你交代这件事 大吉 你说他骄傲会转成凶 对 已经很大了 有幸福的意思 幸福 我替他问一下 是要问幸福 对有吗 算了啦 就是要问哪一个 他现在找不到 你看到没 他找不到方向 对啊 就是感情啊 他说其实只要对人 你只要对人家很好 你就幸福就会来 所以是一段废话就对了 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 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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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去吧 欢迎你接受终极惩吧 谢谢 终极惩吧 抽到终极 对终极惩吧 我可以去喝大吉脸红茶 会很惨吗 应该不会吧 加油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哎呀 抱歉 太失礼了 怎么会给你多一个碗筷呢 不好意思 太失礼了 太失礼了这样 不好意思 好啊 手肘比较好 这个我还是留给你 因为你要帮我考 好啊 因为有人大吉嘛 大吉呢 就是天堂的一个地方 是 今天就带他来吃 这是最顶级的黑毛和牛 哇塞 黑毛和牛真的很厉害耶 因为你知道神户牛啊 松阪牛 还有金江牛 这三种牛呢 算是日本三大和牛 那黑毛和牛呢 又是神户牛里面的最顶级 这样好意思 然后我竟然在这边 我吃不到 你喝点绿茶 但不要喝太多 小心瓜味喔 毕竟你现在狂妇 对好饿喔 请问一下 这要烤到多熟啊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吗 对 那我要吃了喔 好啊 你可以分享一下口感吗 确定了喔 实在是 哇 这个味道销魂啊 有类似的吗 而且它有腌制过 就是在台湾有 有办法有可能 吃到类似的 好吃的感觉吗 黑毛和牛 你知道不容易吃得到 你多说点话 好啊 我来介绍就对了 黑毛和牛的玉扇 最顶级组合 有六种最难得的 极上部位 像是有横隔膜啊 还有呢 大家最爱的就是 厚切的牛舌 然后最过分的是 我们这边还有 黑毛和牛 加上这个污泥 你放心 我赶快把它消灭掉 台湾耶 台湾耶 给你 我最爱你给你 过分 你不要看 我不要看 你不敢看太过分 好想吃喔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吃 好好吃喔 我真的很在这里吃 我等下要吃什么 你等下要好嫩喔 我还配上海胆 不小心咕咕咕就滑进去了 而且我觉得日本仁仁仁 真的超好吃 而且我真心觉得 它配海胆比较不腻 好啊 这是我感受 我真的胃好痛 我喝太多绿茶 我好瓜味 我如果现在可以吃 吃一点油的话 我可能胃就不会痛了 有 有 油是不是 有一些油脂的部分 这个啦 这个汤啦 这个汤有点油 哪有 那没叫海带 有啦 不要说我对你不好滴一点油进去 香香的啦 有油啦 这样 真的 是不是 一点也很好 我真的有闻到那个油脂的香气耶 我闻一下 刚刚好 烤了刚刚好 不是 好好吃喔 好啦好啦 我觉得它不用沾任何的酱料都好吃 你就好好享受啦 你就在榕树下喝汤 它也不是榕树 是松树 松树 吃它的水满了 雨也停了 天天的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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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得来素那种快速的 因为当时人家急着要去工作嘛 对 所以他们必须要抢这个最有营养价值 然后最快速可以吃的东西 为什么说它有营养价值呢 其实它是高蛋白质 低脂肪 哇 这么健康 减重的人真的非常适合 那你也来一点嘛 我刚刚和牛海在饱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适合你 因为呢 这个呢 你不要 这个传承期待了耶 今天你能坐在这里吃到 我真的是祖上积德 期待了 期待了 从将来1801年就有到现在 200多年历史 所以这真的是历史 这些泥丘都是200多年留下来的 蛤 他们可以活这么久吗 你刚刚讲的应该这么的真爷爷吧 我告诉你楼下一楼是满满满的 大家还是很喜欢吃这个泥丘料理 你应该要先开动的 你先开动好不好 我是真的很饿 知道啊 我饿到我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这真的跟刚刚的落差有一点大 这里有满满的日本大葱 你知道这个很小的蜂那一家 要卖多少钱 你多吃一点 好 妳要先尝试一口 那所以是怎样吃 它熟了吗 它熟了 其实它煮一个十秒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它是素食 不是 它的煮法是真的还蛮特别的 是那种雪锅啊 没关系 你不用跟他聊 我没有叛烧 是真的蛮香的 但是真的 在看到泥丘的时候 还是会惊惊 其实他们说这个没有什么 你把它夹断了 我一夹 它就本身碎果了 来来 我帮你吃 泥丘其实是从头到脚就可以吃的 看起来好软烂喔 老板 我可以用炸的吗 老板 没办法喔 你知道我以前出位井 真的什么都吃过 我还真的泥丘没有吃过 来来来 我用葱把它盖住 其实它很有营养价值的啦 你要用葱把它盖住 好烫喔 你要加一点七味粉吗 等一下 调味就很简单 要要 用点调味料跟七味 那是牙籤 你莫慌好不好 我真的很莫慌 这是七味粉 还是你先用牙籤帮我搓夹 我可能会比较不害怕 我帮你加一点七味粉 连七味粉都 很好 抓住这样 很好 这个山是什么 所以它本来没什么调味 山葵 山葵粉 好 那我加一点 加一点 你是可以用一点辣去掩盖它 其实泥丘本身 应该没什么味道吧 泥丘没什么味道啊 真的 我现在整个嘴角都在麻 这很适合健身人师 因为它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好适合你喔 对 你不是也有在健身吗 有啊 其实有 但我家那边真的没有稀泥可以抓 你想啊 它可以传成七代 对 然后楼下应该满满都是人 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还满 西服的嘛 是 就是说什么都可以生吃啊 而且你看我们的门口进来 多有江湖时代味道 有 有 我真的觉得我走回那时 你到底要不要吃 我不能再讲话是不是 你讲话给你讲是不是 要不要吃 而且这 就是它的口感 有了 有那个大葱味 但有一点点土味 我不知道可能我心里作用吧 应该没有吧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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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味本放太多了 如何 我了解 你有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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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外套的脸 很想知道吃起来有什么味道啊 我觉得你本身真的没什么味道 可是概念上有点精度 很香 但其实它的味道甜甜咸咸 那它吃起来的口感是什么 它没有什么口感 它就是软软的 然后 入口即化 因为它真的很软 然后反而是 我觉得它的酱汁很入味 就是那个 日本人喜欢那种甜甜的酱油味 然后加打葱的味道 那种受洗烧的味道 对… 然后你不要就想说它是一支泥丘 你把它想它是一支比较小的 它是龜泥丘 你把它想它是一支小支的 喜香缝 这样想就OK 你真的会觉得是很OK的 因为它比喜香缝还软还嫩 是吗 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你真的很勇敢 怎么说 因为其实这个锅有初接板 初接板 是 一整支 正宗版的就是一整支 其实它初接板的 它们非常贴心 怕有些人看到这个形 这个头 就会害怕 会怕怕 对 毕竟它因为上来 你看就是满满满满的泥丘 那但是它有一个初接板 是什么叫初接板 叫柳川哥 就是说呢 它把这个泥丘去头 剖半 然后把里面的内脏都清掉 对 所以你这样就不会看到 它整个圆形 然后再加上上面有放蛋 所以就你知道 模糊的视线 焦点之后 所以你在那边吃蛋的时候 小朋友也会觉得说 哇 妈妈这什么好好吃喔 对 那时候对啊 里面还加了一些 小孩也没有感觉 就是可能吃起来 就好像有葱 然后拌在蛋上面 像青子丼那样 那里面是鱼肉 而是泥丘 还吃到更营养 是 好了 我知道 下次我小孩来 我该用什么给他吃 因为他们最近 真的要好好地补充一下蛋白质 要长高 蛋白质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对 妈妈是有点来不及的 但你们还可以 你现在还是可以吃啊 我现在吃只是胖而已 不胖 不会 这个是低脂肪 高蛋白质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 那个害怕泥丘这整件事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 你刚刚讲的那流川锅 对啊 流川锅是一个 入阶的好料理 太好了 这间非常别致的餐酒馆呢 里头提供了一千多种的葡萄酒耶 还有日本自制的红白酒 甚至还有瓶酒师为你搭配餐点 教你怎么喝最好喝喔 好舒服喔 你看这里是不是就是可以拍出一系列 在IG打卡的照片 真的可以 那色调调一下整个 你看它可以看到他们的素材 嗯 然后这整个很有味道啊 很有感觉 我们等一下可以进去看一下 他的收藏酒 对 这边有很多种酒 如果连他开他们的酒呢 只要着收一千到一千五百块的日币 嗯 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是 因为外面都两三倍嘛 对 哇 你看它的菜是不是很精致很漂亮 对 而且就是让它觉得很没有负担 是 因为我觉得来日本吃饭就是这样 它的份量刚刚好 没有不会太多 其实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是很爱用当地的食材这件事情 你看它的食材太新鲜了 对 然后又是和牛 你看你看 哇 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套来真的太幸福了 对啊 你出去就很适合 下午你逛街逛累了 可以来这边吃个中餐下午茶 那个下午酒 你会喝一点它 对 喝日本酿的酒 因为它色着很透明 看起来就是喝起来 以为它当不了 好喝耶 好喝耶 没有酥 法国酒耶 真的吗 真的好喝这比我想象的好喝 我觉得这个花椰菜是蛮妙的 很软但是却不烂 然后外面就是好像它 外面烤的就是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一个香味 它底下就这样要沾嘛 你真的很会沾 是不是要拿面包来沾呢 真的好好吃喔 它的那个橄榄油很赞 奶味很香 然后加那个橄榄油刚刚好 那每一样都好好吃喔 我真心觉得 就算你不喝酒 也可以来这里吃 因为它东西真的好吃 接着我们来到古中营座商店街 这里真的是卡哇伊捏 古中营座这一带过去有很多的猫 所以也被称作猫街 这里除了许多猫咪主题商店之外 街头小吃也是相当有名喔 你们要看一下我现在有在多高的地方吗 太高了 可以先上厕所吗 我现在突然有点尿急的感觉 不要急 人家應該會直接滑水溜 只有這一家 Suzuki Suzuki妳知道吧 這不是摩托車嗎 對 我們是摩托車好了 不是啦 就叫Suzuki肉 這一家聽說很好吃 真的很有名耶 我跟你講它超多藝人來吃過的 對啊 絕對 小泉 笑太郎 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有幾種口味可以挑選 螃蟹的口味 然後還有這個是豬排的 然後這個是可樂餅 這是它的人氣王 人氣王就是炸牛肉 對 就是這邊很有名的 浸漿牛肉 是 浸漿牛 喜歡 好嗎 我喜歡 第一名 第一名 對 還有蟑蟹 蟑蟹 第一名 謝謝 這個是牛肉的 要不要先吃吃看 哇 香 有沒有真的好吃 好好吃喔 看是不是 它也只有洋蔥耶 有 我剛剛一打開就有聞到洋蔥的味道 超好吃的 它有點像漢堡肉 它有點像漢堡肉 對 那我吃一下那個海鮮 好好吃耶對不對 好好吃喔 它跟我想的不一樣耶 它牛很嫩耶 我以為是整塊那種會 我以為這種整塊下去炸會很油耶 就不會 它外面好酥喔 我覺得那個日本的炸的那個是很強 對 它們那個炸粉真的不膩 也不油 它做有點像螃蟹漿的對不對 嗯 好吃耶 還有漢堡那種感覺 好鮮喔 但我覺得牛肉也好吃耶 好吃耶 你看 這是這家 你就要經過的那一個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找的話 就要經過那一個很多日劇 或是取景的那一條橋 那個樓梯 然後上來之後你一直走過 這一定不會錯過 這叫杏泉堂 杏泉堂的先輩是很有名 而且你會被它的味道吸引住 你就知道 這家店已經有105年的歷史了 除了它歷史悠久之外 它的這個煎丸 就是用醬油做的這個煎被呢 都得過獎這樣 吃了你幾盤了嗎 十年之後 你拿著這一半 我拿著這一半 你約在哪裡 約在橋下 滑松橋是不是 見面 滑松橋 還沒軟起 要喝起來喔 要這樣這樣 對 它的醬油味道好香喔 好脆喔 好脆喔 好脆 有糖醬油一點 然後更厚實一點 我們一般吃的鮮貝沒那麼厚 它很厚實 好脆喔 而且它的醬油味 不像一般外面的那種是 有一點死鹹的醬油味 它的醬油味很香又甘甜 日本的醬油是不是都是甜甜的 對 我們一樣吃上面有那個 糖霜那個也是鹹甜的 對啊 那也是啊 就學習這樣 我還在想說 雪餅啊 我還在想說鮮貝做 怎樣 這才是我印象中的鮮貝 糯米的比較脆 所以我們平常都吃糯米的 好脆喔 它比較有嚼勁 糯米的大概是 小朋友比較有辦法 或老人家 對 牙口比較不好 好吃喔 他會覺得我們台灣人 牙齒都很爛 所以我們一直在說 軟的好吃 所以你都沒有注意到細節 你有沒有發現走出來之後 隔壁就是牙殼 以防你在這邊吃斷牙齒 真的那個 其實我的裝甲牙 很容易就是彈出來吧 可是因為它比較有口感啦 很多人喜歡越嚼越香 你知道嗎 古中銀座 還有一座貓奴天堂 就叫做開運古中堂 這裡專賣店家自製的 招財貓商品喔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 很可愛的 你看這個還有黏上它的 眼睛連上小水蒜耶 眼睛也太Bling了吧 這鑽的 這個好可愛喔 真的好可愛 笑顏貓 每天出門看到這樣笑就很可愛喔 對 我再來看 而且它還沒人聽 而且據說 你可以拿你心愛貓咪的照片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做 它可以量身打造就對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你可以挑生日 它不是只有月份喔 沒有這麼的那個隨便 它還有日期 就是每個人的生日 都有一隻貓的代表就對了 對 妳可以選妳的 像我的是12月9號 那我們拿我們自己的啊 對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它好像有占卜的意思 我的是12月9號 我的是4月15 好可愛喔 好像小超人喔 我看妳的 這個啊 妳的好好看喔 妳看妳的 我的是尖詐的眼睛 對 所以太陽很大 所以這隻是我的 剛剛就記得12月9號是我12月 那一天大家就可以把妳 都寄到我 重點是這個 那妳看妳的 她說我這個人很聰明 然後又很願意跟大家合作 而且非常的有領導特質 超準的 那妳的呢 自己講的是不是有一點尷尬 因為妳打Pose要幫我揭花 妳說算對不對 真的很蠢 這樣大家才會就是想要看自己的啊 她說我的是 the powerful and reliable leader type 妳也是耶 妳也有領導能力耶 會不會每個都是啊 那我來看 對啊 然後她說我是一個 good talker 然後fashionable 不准 啊 Obsy sex 什麼 我對異性就是很有吸引力 這一點我真的 就從小印證到大了 但不要讓我老公知道 妳確定嗎 還是不是 addict to sex No 來來來 買完了伴手禮呢 就要來她隔壁的咖啡廳 好像是同一個老闆 對 能看她兩天經營 超厲害 超可愛 妳看 貓最喜歡捏它哪 瀑瀑 對 所以妳看它這邊有肉球 好可愛喔 這是抹茶口味的 它還有這個是 肉球口味 肉球口味是什麼口味 它是不是寫肉球啊 抹茶這個看不懂 那應該也是草莓吧 這巧克力 好可愛喔 妳看 妳看這邊還有那個貓咪的糖果 這個可以放更久 因為它是糖果系的 對 所以如果喜歡貓的人 真的可以拿這邊 買很多的伴手禮 我現在講不只這些伴手禮 它這邊還有很多蛋糕 所以我們可以坐下來 吃個蛋糕 真的好適合拍照打卡喔 真的 這一條街就很適合愛吃 接下來我們即將 告別忙碌到東京 迎向另一個 更適合慵懶漫步的地方 那就是日本神山 富士山的所在地 靖岡 好適合 洗開了東京這個都市的地方 對 就要來到這樣 讓人家人心寬闊遼闊的地方 真的很新曠神儀 而且 真的好開心喔 因為我第一次來到靖岡 我也是第一次 對 然後這裡啊 又可以一次玩靖岡 然後呢 還有三島市 對 還有香根 還有香根 這三個地方的區域 算這裡真的是最新的 我想香根應該對台灣人 比較有熟悉啊 因為大家都想說去香根泡溫泉 靖岡大家應該也是 但三島好像比較陌生 靖岡我知道是小丸子的故鄉 對 我就在想說他肥的故鄉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不太多了 對 我知道他全家 對啊 今天來到這邊呢 我覺得大家都一定要來這裡 為什麼 因為是這個地方 我覺得可以玩至少半天以上 而且小朋友大人都適合 對 我現在在就是三島的skywalk 這地方呢 是從2015年的年底才開始開放 所以到現在也在三年多的時間 就超級受歡迎 已經有三百萬人達成了 是 而且這個skywalk 非常的長 但是請你放行 它非常的平穩 四百公尺 對 所以很長 四百公尺其實走一走 大概十幾分鐘就走了 但因為你知道 有一些人會聚高 因為它skywalk 就像天空步道 所以如果腳軟的人 他就走不完 我跟你講 必須要有一個人 就是硬是把他拉著走 還是其實你吃菇洛沙明就好了 我們今天還真的很有默契 因為我們也沒有講好好穿什麼 結果我們就穿得 跟富士山一樣顏色 對啊 妳是穿了一個小富士山 真的耶 真的啊 大家有看到後面有整座的富士山 真的很漂亮 天氣好的時候 像今天出太陽 整座就這樣在你面前 看了他是不是很想吃剉冰 喔 真的耶 我想要吃雪花冰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適合拍照 然後很適合全家在這裡留念 對 而且不只是這個地方可以玩 然後走這個天空步道之外 好像附近啊 還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對 今天我們都會 一一的去來跟大人 幫大家先探路 嗯 然後我們就要先去走這個skywalk 好啊 哇 期待耶 這條太美太高太長的skywalk 真的是拍照打卡勝地 除了走吊橋這種靜態的玩法之外 還有另一種更刺激的選擇喔 那就是高空溜索 從吊橋旁平行飛過 用一個更特別的角度 欣賞吊橋以及富士山 只能說日本人真的很會 但是我跟小鎮都很怕高 又必須拍一個人來體驗 怎麼辦 剪刀 石頭 不 剪刀 石頭 不 不好意思喔 你可能要去體驗一下 你剛剛講說 你自己的獎金很珍貴 好像是贏的人要 沒有啊 是輸的人是不是 贏的人就是吃虧一點 我在底下幫你拍照 對啊 所以就是你要去體驗一下 OK OK的 OK的吧 對 因為妳 為什麼妳眼神有在害怕 我有點流淚 加油 加油 哇塞 呼吸 Oh my god 你們要看一下我現在有在多高的地方嗎 太高了 妳不是要先去嗎 妳不是要先去嗎 她先 她先她要先過去 所以妳要先放她 喔 妳為什麼緊張到 她在跟她講國語 妳在那邊 我真的 妳先看一下 好 妳在那邊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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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輕鬆喔 我們在那邊走啊 Jenny 啊 到那邊我腳軟了 好快喔 哇 哇 妳好輕鬆喔 我們 Jenny 哇 到那邊我腳軟了 很快耶 好快喔 很高耶 它變好小喔 好可怕 哇 哈哈哈哈 可以先上廁所嗎 我現在突然有點尿急的感覺 等一下應該會變滑的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超肥的 不要讓你 快點 快點滑 那妳來滑好了 妳來嘛 妳要跟路人吵架 妳來啊 我好怕喔 快點滑 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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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 等一下 哈哈 好可怕 快點滑 好了 好 我們可以進去準備這個 好 3 2 1 我不要3 2 1 我不要 啊 好快喔 啊 救命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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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啊 救命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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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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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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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怎麼下 怎麼下 我找他在這裡 我的媽 從天真的腳好軟 從天真的腳好軟 OK 嚇死我了 我根本沒有在看風景 你有在看嗎 我真的沒有辦法看啊 因為明明就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怎麼看風景 應該是別人在看我吧 大家在看我滑 我覺得剛剛整個skywalk 應該都是我的尖叫聲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尖叫聲 已經傳回台灣了 快速嗎 這個速度快嗎 對 沒有速度 OK 設定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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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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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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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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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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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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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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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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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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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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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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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下半生的幸福是 真的是小禎 我覺得啦 就我說我這一輩子的幸福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認識 小禎這個天使 所以他讓我結了這個婚 然後認識我現在的老公 然後 這個是我一輩子 都最感謝他的部分 我會講 這是我的點 就是我每次想到我今天 我今天有這麼幸福的家庭 其實我就是要感謝小禎 因為沒有他 我不會認識我現在老公 我們的旅程還沒有結束喔 從繁華的東京 一路到冷如詩如畫的金剛 更多壯闊的美景 以及精采的體驗 正在等著我們 閨蜜愛旅行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婚姻 你一定要幸福啊 又要感謝小禎